耶旦节要到了 戴拉想买一件好礼物送给丈夫 但是她全身上下只有一元八角七分 这么一点点钱能买什么呢 戴拉的丈夫吉姆工作努力 收入却很微薄 每当吉姆拖着疲倦的身体下班回家 戴拉总是心疼地赶紧走过去拥抱她 再端上一杯热乎乎的汤瓶给她喝 现在戴拉站在窗前 眼睛看的是墙头上的猫 心里想得确实 怎么样才能送给吉姆一份漂亮的耶旦礼物 她走到镜子前 把头发放下来 美丽的长发 像一道闪闪发亮的小瀑布 一直垂到小腿 这是她和吉姆所拥有引以为傲的财富之一 如果埃及艳后住在他们家对面 戴拉一定会不时把她的长头发垂挂在窗口外 向埃及艳后炫耀 让艳后的珍奇珠宝都黯然失色 戴拉心里盘算着 这么好 这么长的头发 假发店应该是会要的 至于要买什么礼物给吉姆才好呢 戴拉想到他们家另外一项傲人的财富 吉姆的祖父传给他的金表 这个没有表恋的金表是吉姆最得意的宝贝 如果索罗门王是个守卫 在大门口看守着堆满屋子的宝物 那么 每当吉姆从大门前走过 一定会把金表拿出来亮上一亮 让索罗门王妒忌地吹胡子 瞪眼睛 戴拉知道要买什么礼物了 她来到一家苏菲夫人假发店 苏菲夫人一脸冷冰冰的样子 戴拉鼓起勇气问道 您要买我的头发吗 苏菲夫人把戴拉的头发拉起来看一看 说 二十元 好好好 戴拉已经等不及要去买礼物了 接下来的两个钟头就像长了希望的翅膀一般 愉快而轻盈的飞逝 戴拉拿着剪头发换来的钱 上街买礼物去了 她到许多小商店 都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礼物 后来 她走进一家百货公司 在钟表部买到她想要的礼物 一条漂亮的白金短表链 戴拉回到家 细心整理好头发 手里紧抓着那条表链 心想 等吉姆一回家就要给她一个惊喜 当吉姆的脚步声在楼下响起 她忍不住祷告 上帝呀 求求您 让她觉得我依然很美丽 吉姆一进门 看到戴拉的头发 露出惊讶的表情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 却一句话也不说 戴拉赶紧问她 是不是生气了 吉姆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戴拉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人家为了给你买叶蛋礼物 才把长发卖掉的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 吉姆还是不敢相信 戴拉走向吉姆 说 你不要难过 头发剪了还会再长 让我们高高兴兴地过叶蛋夜吧 我给你买了很棒的礼物呢 吉姆好像恍然大悟一般 紧紧地抱住戴拉 说 我不是难过 也不是生气 更不是因为你把头发剪短 而不爱你了 只是我把金表卖了 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戴拉打开礼物一看 是她有一次逛街看到的一组梳子 相当昂贵 戴拉哭了 她把梳子紧紧地抱在胸前 这一组珍贵的梳子 现在对她已经没有用了 吉姆一边安慰戴拉 一边问戴拉买的是什么礼物 戴拉把表链拿给吉姆 同时对她说 这份礼物现在也没有用了 吉姆坐了下来 双手摆在脑后 笑着说 谁说这些礼物没有用 没有这些礼物 我怎么知道你是那么样的关心我 没有这些礼物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今年 真是最快乐的耶旦节呀 桥子